杰老师 继细股银行之后 下一个会是瑞士吗 你说瑞士信贷 不急 市有转换 看节目 你的行情盘式 下全之数 不好看嘛 丑丑拜拜 可是会朋友们 我们的股票创新高耶 诶 就我昨天不是跟大家预告 有一家公司要开法座吗 对 我还问老师 会不会变成法 我说不会嘛 不急嘛 我不起人 好啦 恭喜我们朋友们 3661世新 今天已经来了1110元 离我上次 差300多块了 哎哟 这没有很多啦 因为创新都比较多 老师他已经超越创意了 目前 他们两个 上次不是讲过 他们两个在比价吗 他们两个在比价嘛 这一定在比价啦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昨天David在节目上 解释给大家听过的 就是GPT4 有的 4 这个东西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讲 好啊 因为昨天如果还没听清楚的 我们再再讲一遍 再补充说明给大家 但今天节目的重点 诶 很严重呢 老师 因为大家以为 美国报完之后 对不对 他都顶住了嘛 美国银行股 结果现在换 台湾的 不是 是换瑞士的 瑞士信太赢了 对啊 四股之后 会不会下一次会 对 会不会西股银行之后 下一个会不会瑞幸呢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趣 到底会 昨天晚上啊 台股今天也是在反映这件事 就是瑞幸 瑞幸跌很深 昨天瑞幸一度暴跌 二十几% 哇 原因就是沙奴地阿拉伯说 我不要再自助你了 就这样啊 因为瑞幸本来就有前坑了 有洞啊 那沙奴地阿拉伯就说 那我们这个可能没法再给你那么多的 自己的援助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大啦 是 所以昨天晚上瑞士信太整个暴跌 哇 也影响到这个台股今天走势 跟美股昨天的走势 但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瑞士信太这件事据说啦 因为瑞幸自己说 那请他们自己本国的央行帮忙吗 对啊 对啊 人家瑞士央行说 OK他可以PG帮忙 他愿意帮助他 给他一些资金上的一些援助 是是是 如果这件事是肯定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 有点反应过度 哦 是有趁机在打落水 反正是杀金融股嘛 对啊 对对对 已经跟你讲很多次了 没错 我说去年就跟大家讲过 不要再迷信那个高值利率这件事 很多人在夯高值利率的近期 从姚明万海长荣 是啊 还看的不够多吗 从昨天的两党银行股 到今天的台气银直接跌停 哦 2834 哇 今天台气银公布了 他那个股力政策 就简直在直接跌停 哎 对对反正各位哦 你买那种高股息 尤其是金融股哦 嗯 你不就是为了赚那个3%5%吗 对啊 那一根跌停 你要两年才回来 我的老天儿啊 一根跌停要两年才回来哦 对啊 你这不是有点那种 因小失大的现象 对没错没错 那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有一件事 我一直不想说过 就是一些 呃台面上的专家告诉你 这个高殖利率股这一件事 嗯 这一件事是错误的观念 嗯 大家知道殖利率怎么算吗 殖利率怎么算 好了我们更简单一点 假设你买一个东西 比方说好了 平化借我100块 好 我每年还他10块 嗯 每年固定给他10块利息 10块 所以这个算10%吗 一年殖利率是10%吗 对 这样简单吧 嗯 好 那他本金没有变吗 没变啊 我到时候100块是要还你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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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那假设有党股票说我今年要 他股价100块 嗯 要配10块给你 嗯 可他股价变90块 哎 收水了 那那个不叫殖利率你知道吗 哦 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 哎 没有那么细节呢 大家都是 大家很喜欢看 哎 老师为什么00878这个ETF可以跌成 最近暴跌或怎样什么的 对 我说大家知不知道殖利率不是 股票 台湾台台股市的股票 嗯 会因为配股配息的影响它的股价 对 所以真实的殖利率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哦 不是这样算的 是 因为你是从股价扣出来的 对 没错 那你要确定它涨得回去啊 它没有涨回去 那殖利率就不算数了 哇 对不对 这个逻辑要加进去吧 哎 等一下 很多在推介这样子的一个投资选择的时候 他们有跟你讲的这么多 他们没有跟你讲 其实 以前很多人 其实有一些很多教授有讲过 他说台湾那个股票殖利率不这样算啊 嗯 那算法是错的 嗯 今天股价100块 嗯 配息10块 嗯 这个股价就剩90啊 对啊 除非它一定能涨回来 观众朋友啊 有一定涨回来这些事吗 没有啊 不可能闹一丁 对不对 听说好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都一样 所以台湾的殖利率不是这样算的 那再配合一下美国这么高的利率之效 那殖利率一定不好看嘛 因为这是种比较的嘛 等一下老师 我刚刚脑 这个小脑筋这个转了一下 你 10块钱又从我口袋拿出来 然后呢 就假惊名又再给我10块 是这个意思啊 就从我口袋的左口袋 放在那里口袋 然后你就说 哦 哦 你看我配股费你10块 哦 好不棒 我听讲哦 那个股息要缴税的哦 对 然后政府会再收你一次钱 千万不要冰斗 拜托 我讲的是真的嘛 大家有没有算到 诶 你是不是漏算了 你的股息是要缴税的哦 你是不是漏算了 今天这张股价100块 然后呢 我配了10块钱股息给你 诶 你看我殖利率10%耶 好棒棒好棒棒 可是你股价少10块 其实你一毛都没赚哦 但是你那10块要缴税哦 要缴税耶 所以政府又赚你一手 对耶 哇 精打细算了 真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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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要推这么多高股息的 诶 真的很多人在推 我的老天儿啊 我的老天爷啊 大家赶快来听听本节目的 好啦 好朋友们 所以David为什么不让你买这种股票 原因就在这里 那再次恭喜好朋友们 3661世新再创新高 有啦 诶 其实今天有机会涨停了 只要今天这个盘没那么烂的话 只是因为今天盘真的 诶 有机会哦 我刚进视频坡就跟平方讲了 今天应该要涨停了 今天有哦 欠老师的要还哦 不不 我不用涨停 9%就好 我要求不多 好啦 那新朋友们 David昨天给大家一个 那什么 那个优惠专业活动是吧 对 你又忘记了 每次忘记 对啦 线上讲座的专属优惠啦 因为我太少推优惠 老师真的哦 忘记这个电视 真的不记得了 好了 两档低价新标股 其中一档今天还继续涨哦 哇 这恶不恶心啊 台肥股今天跌快200点 还继续涨 超低门槛长天价 那个三年来 对不对 头一招 这个对 大姑娘上话就要头一招 真的是头一招哦 希望所有好朋友们 无论你今天资金大资金小 只要你认同David 给你的好标的 认同我们操作的逻辑 跟原则的 都欢迎你刚刚脚步 好的 这两档低价的小标 我们都知道David老师的股票呢 其实很强的 真的 今天还涨3%还是4% 强强的 而且会涨到你觉得有点恶心 不会啦 怎么会恶心 就是长到大家觉得有点扯而已 有 有点扯 有点 这个会不会涨太多 其实你讲究实在的 比方说创意从400块涨到最高1200嘛 1230嘛 昨天涨停嘛 我没有觉得涨很多 还没觉得涨很多 David昨天不是已经讲了 CHAT GBT 那个CHAT 4 第四版的 有有有 这件事给你听 我说那个运算能力增长50倍 这个比较突出来就知道 大家知道 知不知道CHAT的GBT 那个AI是怎么弄出来的 其实这一招 以前谷歌就用过了 但他把它优化了 你知道谷歌的搜寻引擎 用的那个东西 其实不是CPU 是GPU 但是他把G 我先讲谷歌的 Google用的搜寻引擎的 那个运算的那个晶片 它不是一个晶片 也不是什么大核小核多核 不是 那它是什么 它是把GPU晶片串联 变成一块 是 所以他叫那一 Google公司说那个叫TPU 其实就把NVIDIA 他们叫晶片组在一起 是哦 对啦 哦 那这可以了哦 这是书信嘛 不要说我爆料 这是事实 大家又讲知识了 那个东西叫TPU 对 好了 那 线上讲座专属优惠 哦 我们先讲优惠 等一下再继续聊 仅此这么一档哦 出国不赛哦 两档低价的新标股 再加上给您超低的门槛 让你通通都能够轻松 跟上德老师赚钱的脚步 喜欢老师的操作吗 来 欠 最欠的就是您的信心 买点哦 去出现哦 这好像赶快买 已经出现了哦 标股不得人 机会不得人 务必来电做把握 线上讲座专属优惠 广西剑 又给大家打电话咯 好 大家现在想听哪一款 想听哪一款哦 想听GPT的故事呢 还是想听世纪的故事 小不用才选 我全都要 不要记得传档 好的 好了 我们先讲GPT哦 其实昨天跟大家分享 两档低价新标股今天还蛮强的 一档小叠 一档已经涨了去了 确定 那先从GPT4开始讲 好啊 什么叫运算能力50倍 昨天那张图哦 涨停了老师 你看 这么快啊 对 涨停了 就说他会直接飙上去嘛 相信你 相信你好不好 不好意思哦 我耽误大家几秒钟 我发一下pull 那你看哦 刚刚在录音过程当中 就已经涨停板了 恭喜会员朋友们 是 36617 世纪创新高咯 我赚多少钱 300多块的 有哦 有有有 我知道 怎么买700多了 我有买800的了 创新 两年的新高 那不重要了 亮灯 掌停板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好 今天会员是 1500 再创新高 好不好 可以可以 再创新高 有 你任何时间买 在今年哦 都是赚钱的 不用写什么 赚个300多块的 不用吧 不用不用 太累了 好 恭喜后票每36617 亮灯掌停板 再创新高 好 舞台掌 好 发给各位了 好的 其实哦 我前几天有个VIP客户 他把你买快一千了 哦 他那天很可爱 一个大哥啊 他跟我认识很多年了 我现在David啊 因为他打我专心了 David啊 我现在这还够四把 哈哈 我好啊 我现在要买世纪了 哇 所以他叫个买1000块左右 哦 前几天买的 是 原来我1000块还在买 哇 因为我知道 这一半发售了 对 我不是有预告你们 都昨天发售吗 来 同样的 老师1000块的事情 还叫人家买 今天讲你买得真好 哈哈哈哈 你怎么又来这一招 没有买很多张啦 一两张而已啦 因为400万买不到几张 只是我觉得很有趣啦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买 我分享给大家听 从我们刚刚讲的 ChatGPT的故事 对 包括世纪人一样 是 当你知道ChatGPT 它的算力变成GDP-4 这个部分 算力高达50倍之后 没错 刚聊到晶片嘛 嗯 你这些AI专用的晶片 或者高速运算的晶片 会不会需求多个50倍 会啊 不要50倍 嗯 5倍10倍就好 可以 所以NVIDIA一定发大财 对真的 因为GPT OpenAI也是用NVIDIA的GPU 嗯嗯嗯 那还有谁发大财 还有谁 创意世纪这一块发大财 哇 细致才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David一直跟大家讲 想卖就卖嘛 反正我不急啊 嗯哼 但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涨过头了 我还是会卖哦 嗯 那我卖的那天 或者朋友你就记得 我卖掉的时候 你就不要暂时不要碰它们 好好好 好啦这是以后的规划 后面就再讲 这可能好几个月后的事 老师你看这后面的商机这么的大 它掉下来的一个烧扁 就可以撑死你了 不用撑死我 我已经赚好几倍了 是不是 不用撑死我 我股价已经两倍多了 哦 了解了解 现在知道为什么 David这么喜欢西字台的股票 老师我真的觉得 他被关紧密是有 你说GEOC GEOC20分钟一盘 想卖就卖哦 太黑了 想卖就卖 你想卖就卖哦 想卖就卖 这一集也很厉害 有有有有 有有 好啦大家知道是哪一集的 很强很强很强 好 有那一集我们公开过了 有有公开有公开给大家 金兔齐好嘛 齐好 对对对对 知道知道知道 好anyway 那接下来的标股啊 就那两档啊 其中一档那个EPS负的那一档 嗯 这档 今天又上去了 哇 这真的很强 强到一个没天理 强到我会觉得 老师今天盘有跌200点吗 对啊 你看他在自己挡自己的 他这样再上去又要创新高了 他真的是没有在里面 而且观众朋友们 后面朋友们 已经所有已经跟上新朋友 这一档啊 低价那一档啊 EPS负的那一档啊 是 他股价啊 离100块很远很远很远 嗯 然后这一波呢 从三四十块涨上来 嗯 然后创高之后 举下去三个黑K之后被我捡走 对 哦对三个半 因为根本是十字线 对 这股票好玩 你看在连叠三天的过后 过后 然后呢 又没有剪走 剪走之后 今天根本不理大盘 其实 其实全国好朋友们 说到这个大盘 平坏本来一直不让我讲 我还是讲一下 因为他一直怕我讲大盘会出事 对啊 老师 不要怕 老师不讲没事 一讲就出事 我没有说这个叠有问题 这个叠是正常的啊 你不要觉得 加券指数创了 今年农历封关后的新低嘛 新低 因为第一天500点嘛 像举回去的 补那个缺口嘛 补1月34号跳空的那个地方嘛 对有有有 这不用怕 不用怕 甚至慢慢靠近基线那没关系 哦 问题不大 慢慢基线这样往上靠 问题不大 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老师你有看到什么 那你看美股 四大指数拿出来看 四大指数 美股的四大指数拿出来看 好的来 然后我们先看那个 这个灾情惨重的道琼 他真的好惨哦 来 哎呦那有多败啦 好 道琼 比你跑龙 已经三万一千多了 都在头上了 都在头上了 但你看科技股 Nestdeck非半 没有耶 Nestdeck有跌哦 但非半很猛哦 很猛很猛 所以其实你看 AI最受惠的就是非半 那换言之台北股是 其实跟非半 连接度高的电子股 是 所以为什么今天施行长庭 真的都是杀金融 金融股 还有杀那个高值率啊 像昨天前几天不是杀 那个长龙岳面望海 对 说到长龙 我今天看那片很好笑 嗯 长龙两年黑不意外 我就跟你讲 不要在意他的股息啊 那个没有用啊 很多人在谈论高值率率股 对 然后就有人会觉得说 哎我是不是因为 长龙发70块 怎么还不涨反 不涨反跌 不涨反跌 你两二年黑咯 对啊 就有人说 哎因为他发太多了 多也要 不发的少 万海5块你也嫌 对 我发70块你也嫌 那不知道我要发几块 5块都打跌铁了 我看完他的论述 他说发10块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一根长龙回得来 对不起我瞬间陷入一个沉思 对不起我弄顿了 真的是 你知道还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啊 我也听不懂 哎这是神逻辑吗 阿们 阿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哪里的神逻辑呢 我打给你讲是谁 那我看完之后 我瞬间就觉得 其实不是这个逻辑 他逻辑很简单就是 你以为你配的是古希 但他不是殖利率啊 嗯 对不对 涨回去才算数嘛 对呀 涨回去才算数 在一个高利率的时代 你为什么没有把 你原本市场上的高利率 加进去呢 嗯 什么意思 那叫机会成本 就是我们讲的成本 叫会计成本 嗯 通常嘛 比方说这个东西100块 嗯 叫会计成本 对 那什么叫 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 我今天这100块 买了一包饼干 嗯 这100块 不用的话 可以妈去做其他的事 嗯 所以他的成本是要加进去的 嗯 今天如果不投资一个高值利率股 我的钱留下来 我还可以买什么 诶 债券市场啊 嗯 所以有什么David跟你讲说 去年第四季 David就已经预言 巴菲特早就把台积电卖了 没错 很平衡 他说哪有 新闻没有啊 我说等 你后面新闻有 落后两个月了 新闻 2月14号出来的 对我老婆生日的时候出来的 然后 最好笑的是 你知道巴菲特在干嘛吗 他的干嘛 国家公司在买债券的 哇 哇 今天时间有吗 还有时间 有有 我解释给大家听 好 为什么高利率的时代 巴菲特会买很多债券 不是等 不是在这之前买 是利率升上去之后 升得很高之后 巴菲特会买债券 嗯哼 可能就要降息 I don't know 但对巴菲特而言 他现在已经手握了一个值率很高的债券 他以后即便在四级市场卖掉 嗯 他一直大赚 一样大赚 对啊 这才叫高明啊 哇 所以巴菲特是稳赚加双头赚 是 懂吗 赚加差 所以他才叫股神 你以为股神只会做股票吗 No 他把债券其他都加进去好不好 天啊 是钱 对 钱滚钱 那不才会好够啊 那才巧呢 还有那个钱滚钱 那本书叫snowball 你知道吗 雪球嘛 嗯 那不是巴菲特写的吗 哈哈 那不是巴菲特写的 哎 大家今天讲了很多的知识哦 那本书我有啊 好啦 说明讲给大家听嘛 他其实以前是这样做的啦 嗯 是是是 好啦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高值利率股 含金融股 包括 今天还有个杀什么 台波啊 今天台波杀很凶啊 哦 180几 忘记了 你打186 18类的 180一两是吧 180 台波啊 台波这边 180二哦 嗯 对啊 你看可以先 现在知道台北股市是什么了哦 有 金融 哦 金融 传产 高值利率的股票 所以给你手上电子铺 把握手 我一直都没有 我全部都是 电子铺 等google还有车用 还涨停泛哦 恶不恶心 不恶心 我喜欢 怎么样 我就是有 我就是你 我就有你 但我股票涨停 你干嘛一定要把我扯到这边去了 一定要扯到 要把老师拖下水 好啦 我感谢好朋友们 股票涨停了 我们被拖下水 好啦 那个姿势 心甘情愿嘛 虞有容颜 好 那现在讲座专属优惠 两档第一架新标股 今天一档已经喷出去了 有的 加超低门槛的长仙价 三年来 投一照 仅此一次 好的好的 好的 赶快跟上咯 线上讲座专属的优惠给大家 回忆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今天真的是 就三年多来 第一次啊 对 我们推到这个礼拜而已哦 后面就没有了 老师今天礼拜四了耶 我们推到这个礼拜而已哦 我跟你说 我们没有特别喜欢推优惠啊 老师的活动期间就是短 好不好 对我这次又快又短 哈哈哈 出手快 掌停也快 也快 对 然后又会有时间很短 很短 对对对对 又把老师推下水 一直挖洞了 你自己挖我自己跳 哈哈哈 因为我不讲你也是会讲的 对我也是会讲 很好 很好 我都被他训练三年了 我当然会讲 我有朋友有说 那品牌就是古灵精怪啊 他古灵精啊 下一秒要讲什么 谁知道 我很难猜啦 其实猜得错 是不是 你看看 很猜 是猴 你不能猴 那听起来像那个谁 猴谁 那是七旬老狱 谁啊 猴方 好 我记得 除非那个很尴尬的时候 那个事情 不是在我笑吗 好啦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瑞士新贷銘行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 那目前来看 下个礼拜 在升息應該還是一碼為主 不過最近的Fade Watch一日多變 對 David今天早上五點看Fade Watch 又是髮夾彎 是零碼比較多 然後到現在露營前是一碼比較多 一碼大概接近70% 60幾% 變很快 一日多變 就是因為這兩天的金融市場的 尤其是金融股的消息很多 很多 非常多 一下很負面 一下又有人出手就業 一下又這裡誰又怎麼了 對 一下說那我們央海來救一下 這難免啦 因為你在美國去年暴力升息之後 這種東西都會出現 本來沒問題都會變大問題 老師 矽谷 然後瑞幸 然後接下來 是不是 要有新準備 但反正我們又不買金融股 對啦 我們就是矽之財為主 矽之財 對 然後再加上一些車用的 不要來不要去的 對 衝來衝去 很舒服啊 對不對 真的真的 不要等我們不要不要的 賺到你還要還要的 可是這樣很好玩啊 好 對 真的 你跟上 真的很不錯這盤 你跟上得把老師拉分 雖然家軍指數不怎麼樣 但我們的目標很不錯 家軍就醜醜的 對 這基礎我們沒辦法 對喔 因為殺金融就是這樣 失敵失敵 但殺金融喔 其實以整體來講是好的 殺金融絕對來說是好的 好啦 我不多說了 大家心靈神愧 點到為止 這樣就好了不要麻煩 來然後 昨天不只問我那個 試信的事 我只能說 反正 我在剛買 應該說 前兩天加忙不急嗎 然後那天買完客戶 哇一千零一十塊 滿貴的 今天漲停了 不貴不貴 不會買得好 搞不好過兩天就賣了 因為他還是可以做短線的 了解囉 好股票可以來回賺嘛 當然 來回賺價場 好來第二段囉 歡迎去回到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Tina Bell 這次我們的線上 講座的優惠專活動 回避了將近三年的時間 對 就這麼一檔 老實說下次有沒有也不知道 還要人家提醒他 其實我剛剛 今天一直忘記說要講優惠這件事 對呀我想老師 你要什麼時候留時間給我講 會留時間給你好不好 來兩檔低價的新標果 今天大盤不會大盤拉回 將近兩百點 我們剛剛 繼續的漲 跟世新漲停嘛 竟先發口訊 在盤中恭喜會 有 361世新 世新 我已經懶得數幾根漲停了 今天創新高一千一百二十五 所以我前兩天買一千塊附近 又賺一百多塊 是啊 如果我那時候買不多 因為七百多塊是買比較多 就跟那時候買創意的時候一樣 創意的時候是六百四六百三十五 對對對沒錯 好anyway 世新為什麼漲停 今天盤給你們點了不要點了 昨天的法說嘛 那昨天法說講了什麼 一定是好消息啊 不是 他不是講特別好的消息 他只是公布了去年全年賺多少錢 25塊26塊吧 25塊多 這樣就去 小書給創意一點點 創意27嘛 然後他講了一個重點 也是我之前在節目上一直跟大家講 為什麼創意世新具有科 這些細字才能不能這麼好 對 不是因為他長得挺好 也不是因為他長不挺 這就是你們喜歡的 但我喜歡的是他背後的邏輯 沒錯 首先AI是不是趨勢 是趨勢啊 對不對 尤其像 CHAT GBT 是 又有新版的了 這個運算能力 算力又爆充 沒錯 這會大量的運用AI相關的晶片 所以 創意世新重股票一定很受惠 除此之外 昨天世新講的重點 什麼重點 還要調整客戶的位置 調整客戶的位置 就是中國的降低部分 降低 歐美客戶增加 比例的部分 對 客戶比重 這件事後面一定會發生 其實創意自己也講 他說他敢出給中國一定沒問題 就是我上次跟你講 就是創意跌停不用怕 你想賣就賣嘛 邏輯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股票都有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本身的公司 不只是獲利能力好 是他們已經強大到 他可以選客戶 懂嗎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講的那句 有 他在調整客戶的比重 對 沒錯 就是他有能力選客戶 他可以去塞他的客戶群 創意也是 世新也是 記不記得以前世新曾經遇過 這不是去年2021年 是2021年世新有一次連續跌停 記不記得 你看世新的K線 在2021年 有一次跌停 從1000塊跌下來 跌到400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再前一年 2021嗎 2021 好 連續跌停喔 是開盤跳光跌停喔 哇 為什麼 也是晶片管制 那邊有啦 然後跌到600 從1300灌回來的 對 就那個 那是2020 還有2021 11月 你看喔 110年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件事 就是原本世新的 中國客戶的佔比很高 他全部都吃中國訂單 後來美國不是說 不對喔 你們那個 他的經費可能 被他拿去做軍用對不對 記不記得那件事 兩年前的事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世新就一直調整 中國客戶客戶的佔比 到昨天 3月15號法說 他剩兩成了 這麼少了 原本是七成 原本是七成 這樣子會被牽的鼻子走 現在沒有 反正他的東西 世新創業都一樣 他如果不想做中國生意 他可以做別的地方 對 沒錯 人家就是有這個能耐 這才是好公司 所以他不可能股價值千金 是 創業也是 有道理的 合理啊 是 這很合理啊 獲利能力又好啊 給大家的參考 那當然已經漲停了 我們就不多說 畢竟是高價股 你可以當做一個指標 Benchmark 當做一個參考 是第一 那重點是接下來 有便宜的嗎 當然有 老師那個 一千塊千金股 你看我們邊聊 就一直拉 一直拉 就我昨天跟你講那兩檔 低價小票股 低價小票股 又一直拉 昨天差點漲停 今天應該 好啦今天不要了 明天再來 今天不要漲停 今天不要 今天不要啦 漲4%已經可以了 我們不要太明顯 他再標一段就會明顯 對也很難不明顯 就像 其實我跟很多客戶講過 我們剛買的時候 你說老師這個我們一天漲一天跌 你買創業的時候也知道嗎 也是 你買巨遊科83塊的時候也知道嗎 也是 我們混了一兩個禮拜 對啊 混了不久的 封關前 連四 封關後連三 人家漲太跌 對然後結果一發動 不得了了 180%了 一飛沖天了 對 扯不扯 然後昨天跌停 跌停第一次跟你講 講嘛 你賺夠多就賣嘛 但對我來講 20分鐘一盤 是 已經漲180%的8227巨遊科 昨天開始20分鐘一盤 也就是他過去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已經被限盤第二次了 因為他太飆了 五分鐘關不住他 現在關個20分鐘的 你還沒丟 關他沒丟你知道嗎 真的 這樣被關剛好 起太強 對啊 那種 刹車皮拔掉的那種 好可怕 怎麼形容自己當股票呢 對啊都沒當的 這斑皮啊 不是 斑皮是另外一個意思 真的嗎 斑皮指的是很牛皮 很牛皮 講不聽叫斑皮 對 那關不住呢 就是這個 要台語怎麼講 對啊台語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股票誇張 這有點扯 好那我看我們這一次活動裡面 那兩檔 這兩檔低價的 尤其是 尤其是昨天差點掌停那一檔 應該 蠻有機會的 就是這檔負的 負0.07那一檔 負0.07 因為品化那一檔是有賺錢的 所以比較中規中矩 對 那 負的那一檔 因為沒賺錢嘛 所以比較妖裡妖氣的 是品化比較中規中矩嘛 當然 我們那個另外一檔 妖裡妖氣嘛 你看看我的長相就是中規中矩 你看 長相中規中矩 不是個好的形容詞 怎麼 聽起來怪怪的 對啊 突然背上 長相中規中矩 不是一個 長相中規中矩 不是一個 會比較像是 會到想到誰啊 我不能講名字這樣不行 不行 就是比較方正的感覺 OK 長相中規中矩 對啦也是 對啊 那女生長相中規中矩 方正好像不是很好 好像 好像也不是那麼的優惠 對嘛 換個形容詞 好換個形容詞 來這兩檔的 沒言動人 太噁心 真的太噁心了 不要再講下去了 我們推定了很多人 好了好朋友們 那兩檔車用的低價小標谷 新標谷 歡迎好朋友們 有興趣的歡迎你跟上腳步 最重要的是 線上講座專屬優惠 難得這麼一次 真的 我們就到這個週末為止 好 到週末為止 想要把我每一次賺錢機會的好朋友們 趕快跟上腳步了 這兩檔低價的新標谷 離100塊還很遠 很遠 今天不為大盤 還繼續的漲 那個負0.07的那一檔 他昨天也漲 昨天漲 台北不是大跌 今天又是大跌 他又漲 對 那你覺得這個 真的是 這樣很明顯了吧 很明顯 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所以前老朋友 機會不等人 標鬼不等人 再加上這次的優惠專案活動 內容是超級無敵 霹靂沙霹靂優惠 輕鬆跟上讓你沒有壓力 沒有負擔 套一句廣告的台詞 人家說 操作過 我跟上之後你會掉喔 老師的操作絕對是 我的操作很有趣啊 很有趣 而且我讓你 而且是你如果先買好的 我才會講 的確 實在說實在做 來 線上講座專屬優惠 僅此這麼一檔 本週 活動就要close掉了 對 趕快手刀跟上腳步囉 節目中呢 再次感謝電話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謝謝評划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線上講座專屬優惠 三年來頭一次 歡迎您跟上腳步 YTV咱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 拍照 看有 apostle 拍照 總統 明天見 拍照 拍照